这是我每一次念佛忏悔时 念到往昔所造诸窝叶 经常不由自主 脑海里浮出自己过去所做 不符合佛法的措施 我明白这种浮现是错误的 会影响修行 我用什么方法赶走这个窝叶 不再让它扰乱我的 你这种想法不是你一个人有 很多很多人都有 这个毛病也不是你一个人有 自古以来古今中外 修行过程当中 总是免不了有这种障碍 如何把这个障碍去除 这是我们现在很严肃的一个问题 方法很多 八万四千发门 有没有用呢 一个方法都没有 为什么没有用呢 你的修行没有根 所以八万四千发门都没有用 不能帮助你开悟啊 不能帮助你断烦恼啊 那现在怎么办 我们修行没有根呢 现在从根本上修就行了 这是为什么要求大家 学弟子规 是世间法里头的梗 世间的能力道德学问的根本 世间夜道是佛法的根 无论大城小城 中门教下 闲教密教 都是以这个为根 你不从根本上修 那你就好高无援啊 一个小学生让他到大学 那个波斯班 所以说念十年吧 他能不能逼得了一 逼不了啊 原因在哪里 他底下基础教育没学过 如果行的话 那这个国家办小学办中学 不叫浪费也 那不是错误吗 弟子规好比是幼儿园 世善夜道好比是小学 这是根 你不从这上砸根的话 就很难了 所以你的业障 你的妄想 怎么样去都去不了 还是从这个地方 老老实实来学 这两门东西学好之后 你就有根 你就有本了 然后你再依照 这个静宗的经教去修学 发菩提醒 一向专业 夜长就会消除啊 这个不是假的 所以古时候人能做到 现在为什么做不到 你要想到原因在哪里 我们把原因找到 把这个原因消除 才能够真正帮助自己 能帮助自己 这就可以帮助别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